今天久久了 吃这个月宵 每天每吃 晚上吃一样的 本来我就爱吃月宵 现在煮好了 跟儿子两个人一起 这么多 我们不能吃这么多吧 意思意思一下 如果你没吃这个 就好像月宵没有过 吃完了就觉得 月宵结果了 因为现在是差不多快半夜了 这么多我们一个人 搞六个 缺搞了可能也吃不下 少搞一点 要好多锅儿子 这锅 一锅 两锅 三 四 五 五 弄得大碎 那我也搞六个 一 二 三 四 五锅 六锅 哎呦 我觉得要是 十个人 那两个一锅人搞六锅啊 嗯 要的吗 够吗 用碗被捐了 那一个人吃八个 可以啊 一锅他夹个出来 外扫了 这个就放到冰箱里面 明天他想吃啊 再给他做一下 搞点上当的 再拿着 再拿着 好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不搞红糖了啊 沙糖 我又不太那么血了 要吃黏的 今天也破格一次吧 你说这个汤原来不吃甜的 吃咸的 那什么味道 新做的嘛 这个在超市里买的 新做的 好吃不好吃呢 反正不知道 等会煮好了 尝一下就知道了 好了 哎呦 我的汤原浮上来了 这就是咱们的元宵夜了啊 普通普通的 儿子啊 可以吃了 一家 一家七个啊 这有吃夜宵了啊 还可以哦 我以为我散妆的 还不好 刚做的真的 里面的糯米粉好好 有这几个足够了 你还没吃面啊 糯米好啊 约一下就好吃了啊 咕噜咕噜 就干完了 这个糯米的不能一下子吃太多 因为现在都是 这个表不动了 现在都是11点多钟了 吃太多的话 这个都胃不好啊 我们就要吃这么一点 拜饱就可以了 你还说吧 吃完这个夜宵 觉得今天就有意思了 反正大家都在吃过元宵节 有些也彻彻肉脑吧 虽然不能吃太多 吃几个就代表意思了 吃了这个年年的也不能马上睡觉 待会儿就陪儿子聊聊天 烤烤火 过一会儿睡觉 那你们呢 就在元宵节 吃了这个圆圆的 一定要做个好梦出来 到时候 新的一年里 大家都 发发发吧 好好的挣钱 好好的努力 到时候到年末 大家也要锅肉了你 究竟也得加油啊 好好的